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组织行为 好 我们这一节谈到 是有关工作态度 那么其实孔子 那么早在春秋时候 就给我们那么一个 态度上的一个诠释了 那么他讲的 在上位者 那么君始臣以礼 那么臣士君以忠 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 上下对待的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孔子也谈到 其行己也功 其事也敬 那么养民也会 其使民也议 也就是我们要 行之要很恭敬的 我们对事情在做事上面 要很什么 要很尊敬的 要把他当成一个事来处理 而不是马马虎虎的 那么这样来的事理 那么我们对于下属的养民也会 那么一定要对他要有所 这么照顾 那么然后我们要使用我们的员工 也要怎么样 也是使其意要按照一定的那么事理来那么来对待他 那么所以我们谈到态度呢 基本上是被定义跟目标 那么有一致性的那么认知 那我们看到认知是什么呢 认知呢 就是说呢 有什么想法 就是最明显的态度 就是反映对这个代表的特定的目标的好恶的问题 那么情感呢 最主要最明显的就是引发什么样的感受 个人的感受 那么可能包括了感觉 也涵盖了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喜好 那么或者对他这个态度的一个看法 那么形式 什么叫做行为呢 就是会做出什么样的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对事情的认知上面 以及所受的方式上面 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讲到的态度呢 总观来讲 就是对于个人 对于一个很主观的 对事对物 对观念的消极积极的评价 那么他反映一个人 对于人事物的内心的一个感受 那当然我们所谈的 这个是所谓主观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们组织行为里面呢 常探讨的工作态度呢 包括了工作满意 离职倾向啦 那么以及组织承诺啦 那么以及组织公平行为啦 工作投入啦 那么等等呢 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态度上面 所探导的几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工作价值的本质 也就是说呢 我们基本上工作 它的价值在哪里 那么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我们称为什么 内在工作价值 一个我们称为外在工作价值 我们来看这个图卡呢 我们知道工作价值的本质呢 内在工作价值包括 例如说它是不是个 对你感觉到是有趣的工作 还是它具有什么 挑战性的工作 还是它具有什么 学习 可以学习到新的事物 还是你做这件事情呢 有什么 重大的一个贡献 还是在工作的潜力上呢 你可以把你个人的潜力 在工作上完全的发挥出来 提供了一个舞台给你 让你有发挥的空间 还有呢 让你觉得有责任 有责任感 有自主的能力 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么对公司什么 是有好处的 对公司是有利的 还有呢 发挥它的创造力 个人的创造力 给你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个叫内在价值 这些跟你外在不一样 跟薪水无关 那么外在的一个价值观 就是说 我做这个事情 我做这个工作 薪水好不好 待遇好不好 我有没有什么工作的保障 这些都是看得到的 那么工作的福利好坏 那么有没有社会地位 有没有提升我的社会地位 那么是不是受人尊敬的 我是个总经理 还是个董事长 那么等等 那么还有跟什么 有没有机会跟社会来做接触 也就是说 你的人际关系 会不会因此有扩大 或者有改变 那么再来就是呢 你的跟家里面相聚的时间 那么的长短 还有你个人休闲的时间的多寡 这个是我们用外在的方式 可以去做衡量的部分 那么所以我们工作价值上面 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做一个探讨 那么接着我们谈到工作态度的构面 那么基本上工作态度呢 它的构面呢 有情感构面 认知构面 那么还有所谓的行为构面 那么这个三个构面呢 就造成了所谓构成了工作的态度 情感构面就是员工对于他的工作 以及对于组织的一个感觉呢 有没有情感付出 那你觉得你付出的很多 那么还是说 你付出的觉得不需要付出那么多 那么认知构面呢 就是员工呢 对于他或他的工作 或者组织的一个信念 信念他相信组织不会亏待我 他相信组织一定会给我一个什么 公平合理的这叫信念 我们叫belief 那么行为构面 就是员工对于他的工作或组织的行为的想法 他今天做出这样的行为 他利用闲暇时间 还会拿个哨把 把这个办公室他的位置 或者是甚至于走廊做清掃 那么等等这个行为的构面 那么当然就表现出来他工作的态度了 员工呢 在工作及组织中 如何行为他所感觉信念跟想法 所表现出来的工作态度 那这个基本上来讲 他这个是所谓的一致性的 也就是说他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失衡的状态 那么就会出现了 那我们看到呢 这工作的本质 我们刚刚所谈到了 内在价值就是跟本身的性质有关的一个工作价值 外在工作价值呢 基本上就是跟工作的结果有关系的工作 我们称为工作价值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着我们谈工作满意度 那么工作满意度呢 基本上就是指个人对他所从事的工作 整体的一个感觉 一个想法 那么的一个态度 那么工作参与呢 是一个人从心理上 对其工作的认同 以及他从事他工作的绩效的水平啊 那么自我的价值的重要性的一个判断 那么有关组织承诺呢 最主要所谈的是 对员工对于特定组织的目标的认同 那么希望能够保持 组织成员身份的一种心态 也就是我认为 我今天在宏记上班 我认为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这就是组织承诺 我乐于待在这公司 那么替这公司做继续的工作 继续的服务下去 那么再也就是我们谈到 改变的一个态度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会因为而改变态度呢 我们要措施它改变态度有几种方式 一个就是采用中央路线的方式 一个采用困扰的方式 一个是采用周边路线的方式 都促使它怎么样 对于态度的做一个改变 接着我们谈到是有关认知失调 也就是刚刚所谈到的 在观念态度跟行为上面 那么有彼此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 这就叫做认知失调 所以要解决认知失调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面试员工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了解到个人的价值观 跟我们组织的价值是不是相符 如果不相符的话 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的一个情形 好 那么同学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好 接着我们谈到工作满意 那么工作满意呢 是指员工对于他们特定 从事的工作的一种态度 也就是他们的一个情感的 那么一个反应了 那么工作满意的理论呢 最主要是询问的 那么工作对他所造成的满意 或者不满意的原因 最直接的方式我们来了解 那么有两个主要不同的因子 我们基本上一个叫做保健因子 一个叫做激励因子 那么保健因子跟激励因子呢 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工作 那么来了解到 他的一个不满意以及满意的状态 那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图卡给同学介绍一下呢 就是有关工作满意度的 这样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图表 好 我们呢 这边呢 有一个图表 最主要是两项理论 这个两项理论就是说 其实我们对任何一个员工的不满意 那么认为这个因素可能是满意 或者是不满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表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尺标里面呢 一端是工作满意 一端是工作不满意 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发现呢 其实呢 我们工作是有一个叫工作满意 一个叫做没有工作满意 所以它并不是说 就是工作不满意的意思 是没有工作满意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激励因子 我们等一下后面给同学介绍 有哪些是我们基地的一些因子 再来我们另外一个不满意评价里面 是工作不满意 一个是没有工作不满意 这个叫做保健因子 这个意思就是说 有了它呢 我觉得OK的 没有它我就不满意 是这个意思来的 那么这个是根据我们那个 Haisberg的一个理论 那么来谈的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下一张的一个图表 就是有关我们的保健因子 跟我们的激励因子 这边给同学介绍一下 例如说什么叫 这些东西如果不存在 它就会造成不满意 但是这些东西存在 也不会造成它满意 但是不存在 它就会不满意 例如说督导的品质 如果你过于管理 过于严苛 那么它对于这个就不满意了 或者薪水不好 那么不多 那么就不满意 但是你给它再多呢 它也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 它是蛮好的这个事情 还有公司的政策 如果是不好 公司做不对 它会不满意 那公司政策越来越好 公司做得对 它也不会满意 公司应该的 这叫应该 保健因子就是应该 要存在的意思 还有就是它实际的 工作的环境 你要给它做好 还有它的人际关系 那么激励因子呢 这些东西呢 你会让它满意 例如说有升迁的机会 我就很满意 没有升迁机会呢 我也OK 只要工作还有 所以呢 这个叫满意 没有也不会不满意的意思 员工自我成长 有没有成长的机会 那么有没有正向的评价 人家说你做得好棒 或者甚至没有夸奖 也无所谓 并不会造成它不满意的 这个情况发生 那么再就是有关责任感 跟成就感 如果有责任感 有成就感 那当然你会满意 如果没有 也觉得是OK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那么所谓的保健因子 跟激励因子 对工作满意的一个分析 让同学知道说 其实并不是一件事情 就是满意跟不满意 而是有其他的 不同的因素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 考虑的一个情形 那么接着我们看到 下一个 我们给同学来介绍的 其实一个人的 工作满意的态度 它基本上是一个 均衡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 在这个线上面 叫做工作满意 这个线下面 叫做工作不满意 我们看到 告成工作满意的事件 例如说升迁加薪 你当然很高兴了 换到一间 有景观的大的办公室 你当然会高兴了 那么每个月赢得竞赛的奖金 绩效奖金 那么这边呢 什么不满意呢 例如说我们会造成什么 最近的提案被驳回 就是说你写的 计划案呢 被退回来了 或者想要换一张 新的办公桌呢 也被否决了 那就会造成什么 你的不满意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一个员工啊 一个人 他可能他的工作满意呢 他是上上下下的 而不是一直保持在一个程度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 在工作的满意的决定的因素里面呢 我们有哪些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格 这个人呢 一个长期的感觉 思考行为的方式叫人格了 也就是这个人 他可能是很节约的 认为这个桌子没有坏 我干嘛换它呢 他认为这个桌子还可以用 所以呢 就是他的人格的一个思考 那么再来工作的情况 工作的本身 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上司属下 实际工作的条件 工作的时数 薪水 工作的保障 这些呢就是嘛 跟工作满意度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对嘛 个人对于现有工作 认为应该如何表现 他的感觉 信念 以及他的一个想法 那么信念包括公司 有没有公平的对待我 那么是每个人 那么都一样 而没有遭受到歧视 那么价值观 当然影响到工作的一个满意度 例如说 你的价值观是偏向于 内在工作价值 还是外在工作价值 有人说 我上班 我可以怎么样 我在乎我的薪水的多少 那么我并不在乎 我也没有什么 休闲的时间 那么再来就是 社会的影响 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 同事之间的影响 团体 或者我们现在 社会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可能也会影响到 工作的满意度 我们本来呢 这个领一个半月 觉得已经很满意了 但是发现外面的企业 有的临到十个月 我们就觉得什么 就影响到我们什么 满意度的一个情形 那么所以呢 工作满意度的决定的因素呢 那基本上是蛮多的 好 接着我们来谈一下呢 就是有关 个人员工的价值观 那么价值观呢 也会影响到工作满意度 因为价值观是 每个工作人员员工 那么他反映出来的工作理念 包括工作应该有什么样的成果 以及一个人工作应该如何的表现 他想他应该如何表现 这就是他的一个价值观 他可以获得到多少的一个报酬 那么再来就是工作的一个状况 那么工作的情况里面 包括工作的本身 工作的条件 工作以及受雇 那么组织的一个其他方面 不管在公司的组织的生育形象方面 那么还有就是你工作的这个组织 本身的社会的影响力是多少 那接着我们看到呢 决定工作满意度呢 那么有哪些因素啊 有哪些层面 我们看一下这字卡 那我们看到呢 在工作层面上面 工作满意度呢 如果你的能力能够发挥 工作让员工能够发挥他自己的能力 再来就是他有成就感 从这工作中他有发现 他有具有某一种的这种成就感 活动力 那么或者升迁了机会 那么他能够有权力 那么来使唤别人 那么来控制别人 那么或者公司的政策的规定 让员工很满意 或者他的薪水 或者他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或者他的创造力 或者他独立作业的 可以独立作业 让他不受到其他人的干扰 那他觉得这样是很满意的 那么或者我们公司工作里面呢 不违反自己的良知 这个叫伦理了 例如说我们不去什么 河里面倒废水 偷偷地排放污水 如果叫你去做 你觉得违反你的道德 那么还有你工作好 受得到赏识 那么你也会觉得很满意 责任感工作有保障 社会服务能够为他人服务的工作 那么还有社会的地位 能够得到其他人的认同 让你受到一个尊重 那么还有上司的人际关系 还有上司的一个什么技术的一个才能 那么上司的工作的技巧 被你学走了 那么多样化 有不同的事情 让你可以来学习来磨练 那么以及工作的条件 等等这些都会呢 决定你工作的一个满意度 好 那我们就暂时先上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着呢 来谈一下公民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 那么组织公民行为呢 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很多的工作的 执掌上的一个订定 但是总是没有办法 很完善 很完美的 那么涵盖 那么所有的事物 因此呢 我们必须啊 那么就让我们的公民行为 来补足这中间的一个空隙了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绩效的衡量啊 不只是对于注重生产力 那么或者工作表现 那么还要怎么样 注意他工作 一般角色内的一个行为 内的行为 就是指我们讲的公民行为 那我们除了扮演良好的 工作角色之外 那么我们的公民行为 也被重视 那么所以呢 这些也我们通称啊 工作角色以外的这些行为 我们通称叫做公民行为 例如说你是一个啊 那么管理者 但是呢 你也乐于呢 怎么样啊 每天呢 或者是一周呢 去打扫一次员工厕所 这是公民行为 那么让我们整个的工作环境啊 那么更为感觉到啊 整洁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指出啊 那么有三种行为啊 那么它是必要的 必须愿意参与 并且留在组织中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公民行为 或者必须要达成特定的任务啊 那么也是 例如说也是角色内的任务 它也必须要努力的去达成 那么或者是创新自发性的 那么一些活动 那么公民行为 我们刚刚讲到 它就是要补足我们 过度的专业分工之后 所留下来的那么一些问题 那么可以加速啊 那么企业组织啊 能够更完善 能够来运作啊 那么可以让组织啊 能够更什么 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分配 那么包括它的财务 那么以它的人力的一个能力啊 以及人力资源 那么了解公民组织行为呢 可以引导员工一方面 那么可以使员工表现出 那么或者组织所期待 或者重视的公民行为 那么也可以建立一套 有效的激励那么员工来从事公民行为 让我们的组织啊更好 让我们组织发展的更为均衡啊 那我们这边呢 有一些学者提出来的 什么叫做公民行为呢 一般来讲就是利他主义啊 或者利他的行为 我们乐于帮助别人 就是我们讲的公民行为 或者我们具有职业道德啊 或者我们今天比赛啊 不会造假啊 不打假球 这就叫什么公民行为 就是有事关到我们讲的 伦理道德的那么这个部分 那么接着我们看到呢 公民行为呢 会影响到哪些呢 包括领导的形态 工作满意度 以及文化差异 那么责任 或者是不是很公平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公民行为 我们当然每个南美有失心 但是我们尽量必须要去排除啊 那么这些私欲啊 能够能公平的对待每一位员工 这个也是一种公民行为的一种表现啊 那么再来我们接着谈到是工作投入 那么什么叫做工作投入呢 工作投入呢 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个人心理上啊 那么对认同工作的程度 或是工作在个人自我印象中的重要的程度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依据个人自我尊严 受到个人工作绩效影响的程度 那所以呢 这工作投入呢 我们视为一个什么 单一共勉的工作态度 那么如果个人在心理上 对目前的工作的认同 那么的一种知觉或者信念 那么视工作绩效 那么为自我的价值的肯定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他就决定他工作投入的多寡 那么是不是他可以完全的投入 还是认为他不需要 那么做这样的一个投入的工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工作投入里面呢 我们有三个层面来谈 第一个呢 就是按照个人的特质的一变数 就是我们讲人口的统计的多寡 那么以及人格的特质 还有呢 个人所处的工作的情境 诱惑下所产生的一些态度 这些包括所谓的情境因素 例如说我们现在少子化 那么我们是不是工作投入 那么是会多 还是我们认为工作 来工作人是会少 那么等等 还有呢 个人的特质跟工作情境 互动之下所产生的结果 那么当然环境因素包括了 个人的特质跟环境之间的交叉 互相作用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我们工作投入里面的 这个字卡 那我们看到工作投入里面呢 我们综合刚刚所谈的 工作的特质 这工作特质呢 你觉得你适不适合 工作的情境 决定你工作投入多少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 这个包括呢 我们可能包括了工作的满意度 工作的绩效 离职率 矿子率跟成就 如果你工作投入越深 你的离职率就越低 矿子率就越低 工作绩效就高 如果说今天你对工作投入是少的 那基本上可能离职率就会高 那么矿子率就会多 而且没有具有成就感 当然工作满意度 当然相对的也是少的 那么再来呢 我们所谈到就是工作的情绪了 那么工作有没有情绪 有 那么员工实际 在实际上执行这工作上 每天都有不同的什么 情绪的感觉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情绪上面 在我们的价值方面 我们有几个一个图表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工作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长久培养的 通常这个价值是最稳定 不容易去做改变的 工作的态度 基本上它呢 会比我们工作价值 不是那么的稳定 但是它也是蛮稳定的一种状态 工作的情绪 基本上来讲会是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 例如说最近寒流来 有没有影响工作情绪了 或者现在什么 太阳出来了 是不是让我们心情变得好一点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三个关系 它价值 它的工作态度 以及它的工作的情绪 那么当然都会影响到 它对于一个工作的 一个满意度了 那我们看到呢 例如说另外一个部分 就我们谈到信任 什么叫信任 我们在同事之间工作的同时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相信另外一个或一群人 他不会故意让你陷于危险中 伤害你或者是陷害你 他交代你的事情都是正面的 而不是故意的叫你去做一些事情 来设计你来陷害你 那么这个叫做信任 如果员工之间 没有一个负性的机制 那整个的做事呢 整个的员工在处理事情上 就会变得没有效率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必须要防范 当你在防范的过程之中 你就会浪费了 花费了不少的心力跟体力 让你没有办法 全心全意的 把这个工作能够做好 那么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呢 影响这个出勤的工作的意愿里面呢 你可能是生病了产生意外了 交通的问题了 或者是家庭责任了 那么等等的这些都被影响到 你矿值的一个因素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莫里的 莫波里的一个离职程序的 那么一个模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图表里面呢 我们所感受到就是 工作不满意的时候呢 我们就为什么想离职 但是我们也会去评估离职的成本 以及它的益处 然后我们会不会找到其他可以替代的方案 那么有没有找到 那评估其他方案 跟这个之间做一个比较 那么其他方案之间 跟你现在工作做个比较 你才会决定你要离职还是去职 那么最后你决定是离开呢 还是那么继续留在 那么这个公司里面继续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离职的程序呢 一个人啊 一个员工 他要离开时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去那么思考的 一个主要的几个问题 那么当然在离职的时候 可能如果你有良好的 这个员工的关系的话 那你当然就会不想离开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给同学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同学 好 美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